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职天下》第105集 由于阳为您播讲 一群青唐骑兵终于冲到了寒冈面前 火焚散落 光流围绕着十二人的队伍旋转 马蹄声碎乱如雨 古典一般杂乱的响着 他们转着圈 口中不停的呼吓 尽情的对这支小队伍施加着更大的压力 寒冈高居马上 腰背挺得笔直 微微仰起脖子 不懈的撇着这群装模作样的青唐骑兵 王顺辰则紧紧的盯在他的身后 左手搭着弓带中的战弓 右手反背身后 他的剑囊就挂在马鞍后 在两个人的周围 由十来把火炬组成的小小圆阵 纹丝不动 就如同筑立在江新的一座礁石 任由风吹日晒 狂涛怒浪 依然千百年也毫不动摇 这是数百人与十二个人之间的对峙 人数上的绝对劣势 却不影响韩纲一众的坚定 韩纲拍马上前 独立在众军之间 深吸一口气 他放声大吼 本官乃黄送秦凤禄 精略安抚总管司 勾当攻势韩纲事也 仅奉命来见贵部的余组长 由要事相商 尔等还不快快给本官带路 韩纲的声音在夜风中远远的传出 对面的骑兵顿时一阵骚动 他们也没有想到今夜过来的 既不是董狱的部众 也不是被攻打的七家部落 却竟然是大宋的官人 清唐骑兵中稍稍乱了一阵 一个骑手也拍马出阵 他与韩纲隔着三丈在喊 不要狂人 你说你是个官人 可有什么凭证 韩纲哈哈大笑 放纵的笑声 是在嘲笑着眼前的藩将 不懂得看人 勿奈朝廷命官 岂是闲杂人等可以伪装的来的 莫要多说他话 去通知余组长 本官的身份自由余组长来评判 骑手狠狠的盯着韩纲两眼 转身穿出了包围圈 韩纲在千百人的环绕下 静静的等着余龙科的答复 大约两刻钟后 包围圈又被打开 翻将转回 确实带来了 鱼龙科肯定的答复 清唐部是过着定居生活的吐蕃部落 除了粮食 出产以盐为主 因为具有几口出息丰厚的严谨 清唐城虽不大 但余龙科的居所之内 却到处用着精美的丝绸和瓷器 作为点缀和装饰 处处透着爆发户的气息 在清唐城门口 韩纲的实名随从被拦住了 只放了王顺臣过来 而到了余龙科居所的主厅外 王顺臣也被拦在了外面 王顺臣坐视欲怒 却被韩纲阻住 命他在门外安心等着 韩纲踏步上前 一左一右站在厅门口的两名手兵 夹过来要搜他的身 韩纲的眼神顿时锐利起来 如刀锋一般将两人瞪住 然后向内提声问道 敢问余组长 这可是清唐部的代客之道啊 停了一下 一个低沉浑厚的声音 从厅内传出 不得无理 快请韩冠人进来 跨入厅中 韩纲终于见到了余龙科 清唐部的组长 如今是四十岁上下的年纪 相貌骨骤 高挺的鼻梁 在脸上拉出了深深的阴影 一根粗大的发辫盘在头上 油腻腻的反射着火光 余龙科见着韩纲入厅 却还是稳坐不动 而在大厅两边 十几名清唐部的手球们分作两排 也是个个安坐如山 不知韩官人连夜来访我 到底是为了何事啊 于龙科也不请韩纲坐下 就这么直接问道 我是来向余组长求援兵的 韩纲开门见山的回答 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 说完他弯腰行礼 神情也是诚恳无比 起身后又重复强调了一遍 我是来向余组长求援兵的 换作是别人来清唐部做说客 不用说 肯定是拿着上国官员的谱 先微下一番 但韩纲不一样 他首先肯定的是于龙科的智商 不会把藩人都当成容易欺骗的蠢货 第二点 他清楚他是来求人的 第三点 韩纲多年的经验告诉他 自曝其短的实话 其实也很有用 于龙科愣住了 难以置信的几乎要揉起眼睛 什么时候宋国的官人会像翻人弯腰了 他狠狠地搓了搓胡须 平复住有些混乱的心情 韩纲这逼宫屈膝的姿态 让他分外感到痛快 想不到你们也有求人的时候 于龙科的话 让周围的手球们一阵哄笑 而韩纲神色不为所动 如果只是魏绩 古魏寨并不需要青唐部的一兵一卒 韩纲的声音冷了下去 前面低声下气过了 现在就是要让他们清醒一点了 想必于族长也清楚 以古魏寨的高强深蕾 即便只有一千人 凭着董玉也是打不下来的 而且他敢打吗 董玉有这个胆量吗 他敢不顾于族长的脸面兵犯轻卫 可他不敢向古魏射出一箭 一个年轻的手球嘴角翘起 冷笑地问着韩纲 那官人何必来求救兵呢 韩纲只对于龙科说话 韩纲今次漏夜至青唐建组长 只是为了亲赴我大宋的七家帆部来求救 为哪七家帆部 鱼龙科的脑袋一时没有转过弯来 追问道 是为张湘儿他们求救兵 当然 韩纲点头道 古魏寨的守军如今自保有余 却无力向外救援 我家王继义念在七部一向公顺的份上 不忍他们受董玉所欺 所以前本官来向鱼族长讨个人情 求个援军 官人是来匡人的吧 什么时候宋国会在乎我们吐蕃人的性命啊 另一个老手球毫不客气的说着 既然张湘儿等人向朝廷献了户籍填策 便是我大宋子民 既然是为了自家人 就算来求出兵 让在座的诸位手求嘲笑 本官也是在所不惜 朝廷的脸面不在韩纲的腰背上 不能保护自家子民才会丢脸 韩纲的话让所有人都沉默下去 鱼龙科看着他面前这位站得如山岳一般沉稳的年轻人 心中微声感触 他与宋国的官员打过不少交道 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看了韩纲半天 鱼龙科又说道 如今董玉已经过了未远 前锋已在百里之外 国安人现在才来求援 怕是已经迟了 能救多少就是多少 韩纲也只求心安罢了 至于董玉 等刘昌作率师回阵 自会一报还一报 韩纲说了两句 眼神突然锐利起来 抬头直盯着鱼龙科的双眼 敢问于组长 你以为能卖人情给我黄宋 给王继一的机会 还能有几次 韩纲两句话说得毫不客气 人群中一阵骚动 鱼龙科脸色沉了下去 冷哼了一声 没有作答 韩纲则步步紧逼 他直上前一步 于组长 日日在悬崖上走 总有跌下去的那一天 以青塘部的实力 甚至远远不及目睁董瞻之辈 身在虎狼之中 总得选一边站 自二十年前 古魏寨建起来的时候 于组长就该有这个觉悟了 难道就只能卖给你们宋人不成 一个手球冷着脸反问道 韩纲笑了起来 雪白的牙齿在火光中闪闪发亮 既然要卖 为何不卖给出价最好的呢 试问木征董征之辈 又或是西夏党相 他们能出什么样的价钱 可以比得上我黄宋的一根毫毛 何况今次 也不是让于组长你立刻就跟西夏 董瞻木征他们划清界限 只是结个善缘 对付董裕而已 又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组长该不会真的以为董裕 能带着五万大军吧 董裕最多也不过万人的乌合之众 猝不及防之下又何能当清塘部的一击之力呢 韩纲把话说到了这一步 该说的都说尽了 只等着于龙科的回复 可清塘部的组长沉默了许久 到了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于龙科的反应让韩纲生疑 他有什么理由不肯点头呢 韩纲想着 当把所有的可能性全部排除 剩下的结论 无论多么不可思议 都是正确的答案 而现在 韩纲将鱼龙科拒绝的原因 一个个都排除 而最后剩下的一条 即是鱼龙科拒绝的原因 也应是董裕敢侵犯轻微的答案 可是因为令地 鱼龙科不畏所动 只是嘴角难以察觉的抽动了一下 但周围长老们的脸色 终于完全变了 跳跃的火光中 韩纲没有看出鱼龙科的情绪波动 但长老们的神色变化 却近落在他的眼底 可是因为令地 虽然依旧是疑问 但语调却是完全的肯定 韩纲突然叫破了青塘部众人 隐藏在心中的秘密 厅中忽然静了下来 心叹时不时在火盆中 琵琶作响 沉重的呼吸声在厅内回荡 青塘部的手球们 被韩纲的视线一个个扫过 仿佛是被狼盯上了的兔子 很不自在地在座位上扭着身子 低下头避过他 过于锋利的目光 只是当韩纲将眼光重新投到青塘部族长身上时 却是为之一正 鱼龙科神色太自然 心平气和的模样 仿佛韩纲方才只是在说 他的弟弟踢翻了别人家的马桶 倒坏了树上的鸟巢那样 微不足道的小事 虾药肯定与董玉有所瓜葛 从手球们的表现中都能看得出来 绝不会有错 但韩纲轿迫此事就如天外飞来的一件 手球们的反应才是正常的 而鱼龙科却没有任何变化 如果他能把心情演示的这么好 自然他的城府也不可能是普通的水准 既然如此 鱼龙科又怎会被虾药所欺 城府 心机 才智 以及自我控制的意志 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很少有人会只有其中一项出色 而其他几条会是瘸腿 鱼龙科何能例外呢 韩纲突然警觉起来 他方才有些太小瞧鱼龙科了 青塘部的组长 若是连他的弟弟都对付不了 凭什么能在宋夏 木征 董瞻四家之间 玩着平衡游戏呢 宁可把对手想得聪明一点 总比被人扮猪吃老虎强 韩纲心中的一番变化 只是在一闪之间 鱼龙科缓缓开口 却是推堂之眼 不知官人为何提到我家的那个不成才的弟弟啊 韩纲笑了起来 画风试探着鱼龙科 本官听说令地瞎要 平素里都有一番振作之心 希望能光大青塘部 今次董玉入侵青衛 不知令地会不会出兵对付董玉 亦或是等董玉满载而归 再去接收七部空下来的地盘啊 韩纲的一番话说的不算委婉 但对付藩人 不得不直接一点 若是把官场上绕着弯子说话的习惯带过来 人家还不一定能听得懂 不过韩纲也没有直指董玉敢侵犯轻畏 是因为早与瞎要有所联系 那样就是撕破脸的说法 会让鱼龙科下不了台 鱼龙科脸色却突然一变 让人吃惊的叫起苦来 官人有所不知 我家的那个弟弟自幼不听管教 我这个做哥哥的都拿他没有办法 如今也分了家 各自过各自的 今次正是我的这个弟弟 被董玉引诱 让我难以出手相助 不是我不想帮着赵官家呀 实在是我的那个弟弟 哎 鱼龙科摇头叹息 毫不介意的 把已经被韩纲看穿的底牌丢了出来 脸变得真快 果然不好对付 韩纲看着鱼龙科七情上面的表演 抛弃底牌的决断 发掘前面自己的推断都是太自我了 根本没有从鱼龙科方面的利益去考虑 他前面是觉得已经把利害关系都说清楚了 鱼龙科怎么也该表示一下 但自鱼龙科的角度来看 自己大概都是说着些空话而已 没有点实质 大概因为王勺的事有些昏了头 要冷静 韩纲提醒了自己 虽然他猜到了瞎要给董玉说动 但这只是误打误撞 而且也不是鱼龙科拒绝出兵的真正理由 不 鱼龙科他肯定心动了 不然不会开始叫苦 他现在不答应 只是他想要的更多 鱼龙科的一个承诺不是买不到 只是韩纲的价钱出的还不够高 但韩纲并没有出价的权利 王勺也不会给他这个权利 韩纲能动用的只是对青唐部未来的许诺 西图寄此来打动鱼龙科 不知鱼组长有没有听说过千金是马骨的故事 鱼龙科茫然摇头 他官话说得好 但对汉人的历史了解却没有多少 当然不会知道 但他知道这必然是韩纲做说客的手段 使用千两黄金买马骨头 他满不在意的问道 这是一千多年前的事的 韩纲站在厅中 给鱼龙科和青唐部的手球们讲起了故事 当时中原四分五裂 共有七个大国互相征战 都想着一统天下 在中原东北 也就是如今辽国所具有的地方 有一个燕国 这燕国不比现在的契丹 是个兵力薄弱的小国 但他们的国军却又想着统治天下 所以想着对外招揽人才 可堪用的人才不是那么好找 所以燕国国军向自己的一位老臣征求意见 那位老臣便说 大王不如把高官厚禄都给我 既然我这等庸才都能身居高位 那自认超过我的贤良 当然会来投奔大王 这跟千金买马骨的有什么关系 鱼龙科突然插话 他听得有些不耐烦了 鱼龙科的反应在意料之中 韩刚正是要摸摸他的性子 他微笑着继续说道 因为那位老臣跟燕国国军也说了这个故事 过去有位国王想要买一匹千里马 他派人拿着千两黄金去买 但买回来的却是一堆马骨头 国王要治使者的罪 使者却说 世人看着大王既然愿意千金试千里马骨 那自然愿意用更多的钱来买活生生的千里马呀 还请大王稍等一段时间 自然会有人来卖 果不其然 每两个月就有人带了三四匹千里马来售卖 燕国国军由此被老臣说服 给他极丰厚的赏赐 并筑起了一座黄金台来安置天下贤才 而天下人才果真都纷纷来头 燕国由此而强盛 鱼龙科听完故事皱着眉头问道 官人是想把我青唐比作马骨 只要青唐部能投靠大宋 就会像燕国的那位老臣一样被高官厚禄的赏赐 不 韩刚摇头否定 七部才是马骨头 而青唐部以及何黄珠部则是千里马 今次本官来向族长求援 就是想让何黄珠部看一看 只要亲父黄宋 我们绝不会把他们抛弃 官人有所不知 我家的弟弟暗中住着董裕 青唐部内有许多人也向着我那个弟弟 而且现在部中的钱粮又不足 不是我不想出兵 实在是出不了兵啊 鱼龙科跟方才一样 依然叫着穷探着苦 为青唐部和自己的窘境摇头叹息 仿佛一个穷人在向自己的父亲戚 探着今年的年关过不去了 伸出双手求着援助 他静等着韩刚的回答 他当真心动了 虽然今次董裕搅乱了青唐的局势 也给了青唐部浑水摸鱼的机会 而且令他想不到的是 宋人竟然又为七部求上门来 这样的好事 其实鱼龙科期盼已久 不过既然宋人要青唐部出兵 怎么也得给点实在的 光是空口说白话 如何能引人出动呢 即便是钓鱼 也得在鱼钩子上挂上耳膀 鱼龙科还记得少年时 跟随父亲去青唐房城 拜见赞谱 在黄水边看到了渔民 为了捕捉自青海逆流游进 黄水里的那些一人多长的黄鱼 他们可是把大条大条的羊肉 挂上了钩子 钱 粮 土地 官职 你能给什么 我就要什么 既然你有求于我 那我就不会客气 鱼龙科做得安安稳稳 他不愁韩刚不答应 韩刚悠悠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很是无奈 既然如此 那本官也只好告死了 他说罢行过礼 转身就往外走 虽然韩刚很想说服于龙科 救助附送七部 但他前面的一番言辞 可能是给于龙科和青唐部 留下了一个错误的印象 好像他是非救七部不可 这可是大错特错 前面韩刚也说过了 如果救不了亲送七部的话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等刘昌作回来 就给他们报仇好了 韩刚不虚不及地往厅外走去 厅中鸭雀无声 只有他的脚步踩在没有拼接好的地板上 吱压作响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小说 《载质天下》第105集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 《载质天下》第106集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